今天ET个股推介是汇丰5号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组 简选原因是汇丰业务网络广泛分布全球多地 国际银行股得益息差向上 香港银行同业拆息近期都处于高位 汇丰正息差预料持续扩大 摩根大通预期 汇丰正息差由去年的1.4厘 进一步扩负到今年的1.7厘 股本回报率ROE由去年的8.8% 提升到今年的11.9% 比起渣打中日香港是高的 派息方面 根据彭博综合劝商预测 汇丰今年每股预料派0.6美元 今年预测息率7.7厘 接近疫情前往迹息率大约8厘的水平 明年每股派0.71美元 预测息率9.1厘 息率高过本港上市的国际同业 而汇丰首个业绩之后宣布 回购最多20亿美元的股份 对于股价达来支持 走势索 汇丰今年以来反复向上 上个星期创2018年8月以来的高位 62.4毫半 昨日收在61.4 马继续沿上升轨向上 策略上可以等候59元的水平级 中长期目标 参考大巷约价平均76元 跌穿上升轨大约55元就止虚 至今 隔岁 华 最终的